就是產品名稱 因為他們放的地方,他會問你說要不要儲存變更?是 OK,變更的 將來的話,我就直接點這邊 其實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都沒有動 就直接按打勾之後 其實結果也是一樣 因為產品 他直接就怎麼樣了,參照到後面那個SHITS 那你甚至可以把工作表隱藏起來 人家就不知道資料在後面 他只知道,因為他一般是USER 他只是使用 他要查東西,你就讓他查 可是查的時候會跑到後面去 把資料調出來 這個也是資料庫的用法 其實資料庫 只是一個資料 要什麼時候查什麼資料出來 大概都是這樣子 所以SHITS其實也是一個 類似資料庫的一個環境 OK,再來的話,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這裡的話是下面這一題 也是找接近的,或者是找最精確的 那這一題它這邊是 V路卡函數,其實這應該是 錯誤的啦 應該是怎麼樣 因為方向怎麼樣呢 方向是 這個是橫向的 所以應該是H路卡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這個應該也是H路卡 所以把它改一下 我也沒有關係的 那剛剛有提過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如果用 這個是一個數字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去找什麼呢 一個Range 這個Range 我的銷量是6萬5 那6萬5要在哪? 在這個範圍裡面 6萬5 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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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有沒有 那我今天呢 就要找 它會應該落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對不對 然後 到這個地方 所以會找到什麼? 12 丟過來 那我要怎麼去 查詢呢? 其實這個也是查範圍 那首先的話提存率也是插入這個地方參照裡面H路卡 那當然你也可以先定義好 如果沒定義好你用選的 那路卡的Value是6萬5對不對 然後Table Array的話呢 是這個範圍 當然你可以把它定義好 OK 再來的話呢 Rawindex就是 我要 調回來的 應該是第幾列呢? 123 第3列 所以第3列給他 那這個地方我應該是輸入0還是1呢? 如果你今天 完全比對的話 一定會怎麼樣呢? 一定會找不到 所以如果今天輸入0的話 你會發現呢 最後這個底下的結果是沒有東西 那我們應該輸入1 他會查最接近的 最接近 但是呢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所謂最接近的話呢 其實我們查詢的話呢 他會查哪一列的資料 我剛講過 只要是 H2Carb 或者V6Carb 他一定是只是第一列 或者第一欄 那實際上呢你會發現他其實是查